他身上闪烁着传奇光芒 17岁领英国女皇奖学金考进英国剑桥大学 短短5年3个月完成医学室学位 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位华裔医学博士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 是大清王朝的医科剑士 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群群总医官 还是大清王朝的医科剑士 还是海峡华人三杰之一 让他更天传奇的人生事迹 莫过于他只用了四个月 就成功扑灭了中国东北爆发的大规模鼠疫 我们槟城很多伟大人物 为什么没有去提 他在槟城早期也是有很多活动 而且是非常前卫的 好像当年剪辫子 那是清朝 他是很洋派的 就我观察他在照片里面 他还喜欢穿西装 清朝的时候大家还有长辫子 穿着马褂等等 他已经穿西装了 还有呢 他最反对的就是抽鸦片 当时英国政府鼓励人们抽鸦片 可以得到很多的税收了 我也知道他也是得罪了很多当时的那些卖鸦片 我们是想马的人物 所以的确他也是其实受到人家的陷害 所以他也是跑到中国的一个原因之里 槟城好像很少人也有见过他这样 然后通过梁医生 他的五年的学会 我们才知道 他是我们的钟情 他在槟城出世 也在槟城离世 却在遥远的雪地哈尔滨留下名字